马超是个坑爹的不忠不孝之徒吗 错 大错特错 我是马超 我的母亲是马腾的妾室 又因为我是马腾的长子 狄夫人气不过 各种欺负我的母亲 我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努力 我要拼命地练武 我要向马腾证明 我是最强的武将 我一定要带着母亲过上好的生活 在我心里 他不是什么父亲 他只是马腾 他对我的母亲不好 我凭什么对他好 他明面上是个将军 其实只是联合胡枪造反的贼寇 董卓和李爵为了拉拢他 才分他为将军 但我们的祖先可是福波将军马元呀 那是大汉的忠臣 是马格果师的名将 你马腾是忠臣的后代 你凭什么当贼寇 那你的门友呢 又都是什么人 全是汉贼 董卓 李爵 曹操 哪一个不是汉贼 你对得起祖先吗 现在好了 他要去曹贼那里当官了 去享受荣华富贵去了 还带着那两个敌妇人身的废物儿子 偏偏不带我 也对啊 我一个妾是生的 带我去 给他丢人了 他走后 我就立刻联合胡枪各部启示 我要讨伐汉贼曹操 我要复兴汉士 我 马超 才配当福波将军马元的后人 他马腾不配 我启示了 但曹贼太阴毒了 他竟然挑拨我们联军的关系 我败了 可令我惺喜的是 他杀不到我 竟然杀马腾杀气 还杀了那两个废丸子 马腾啊马腾 你以为去了京城 就是享受荣华富贵 你万没想到是这种结局吧 我估计你无论怎么向曹贼解释 说你和我不是一条心的 曹贼也不会相信吧 人的心情好 运气就会好 我再次袭击曹军 我打下了继城 我在继城 招降了一群忠义之士 他们告诉我 他们跟随曹贼 只是权益之计 他们愿意跟随我 一起复兴汉事 我太开心了 但万没想到 我被骗了 他们算计我 他们把我赶出了继城 还杀害了我的儿子 和我最心爱的妻子 这群中原人的心 太毒了 我要复仇 向曹贼复仇 向陷害我的继城人复仇 尤其是有一个 叫王毅的女人 她假装和我的妻子 成为闺蜜 我的妻子太单纯了 竟然相信了她 她做这一切的目的 只是为了算计我 我必须杀掉王毅 为我的儿子复仇 为我的妻子复仇 我跑去向张鲁借兵 张鲁借给了我 我攻击王毅所在的继城 可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还懂兵法 她用九条计谋挡住了我 而此时 张鲁竟然也动摇了 她也想算计我 我投靠了刘皇叔 她才是真正要复仇汉士的人 只有她 才能消灭曹贼 才能拯救大汉王朝 应该是我的中汉之心 感动了刘皇叔 她非常赏识我 分我为平息将军 是她麾下的第一将军 比关羽的关还要高 我认为刘皇叔就是刘邦转世 我建议她称汉中王 像刘邦一样 从汉中出发 一统天下 复兴汉士 她一定能实现她的梦想 成为刘邦 而我也会实现我的梦想 成为马源 我要为大汉征战 我要为大汉马格果实 但后来 我出战的机会很少 我明白 我的军队是锡凉铁技 非常珍贵 好钢 必须用在刀刃上 可是渐渐的 我才懂 刘皇叔的麾下 有四个派系 元老派 金州派 东州派 义州派 他们互相争斗 互相争攻 而我什么派系都不是 所以我只能做冷板的 他们怕我抢功 竟然还对刘皇叔说 说我曾经背叛过我的父亲 说我这种人 连父亲都能背叛 还有谁不能背叛 这些中原人的嘴 太毒了 我马超永远不会背叛 我的祖先马源 我永远不会背叛大汉 是我的父亲 先背叛了祖先 先背叛了大汉 我把这些告诉他们 他们就像看笑话一样 看着我 这些中原人 到底有没有信仰 但我相信 刘皇叔叔有信仰的 他有一天一定会懂我 听说他要去为关羽报仇了 我也想去 但很可惜 我已经染了重病 我去不了了 希望刘皇叔 能消灭卑鄙的东吴 然后灭掉曹贼 重复我汉世荣光 我的身体很难受 一天不如一天 可能我看不到 复兴汉世的那天了 但我还是希望刘皇叔 能一统天下 像刘邦一样 再赴汉世荣光 另外 请照顾我的堂弟马戴 因为他也是马源的后人 他也一心想汉 你们真的觉得 我是不忠不孝之徒吗 回来 我还是心惨他爹 你们真的觉得 马超是不忠不孝之徒吗 当然 我说的也是一面之词 你们信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还有 这种带入历史人物 第一视角的风格 你们喜欢吗 或许我的表演很尬 但是 请跟随我进入这个人物的内心 去重点理解这个人物的处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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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